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佳安德瑞 好久沒有參加自己車賽事了 我現在人在我們的大學 我身後就是台北市議大學 然後今天要來參加的是陽金三批 總爬升應該是2200多吧 70幾公里 我真的很厚厚,我覺得我太雅極了 二次換來了 根本是牆壁啦 算是我第一次參加這樣比賽 然後以往騎過,訓練也騎過兩批 然後還沒有真的完成一次三批 但聽大家講,這個完賽時間 好像會跟武嶺的時間差不多嗎? 西晶武嶺 那我自己西晶武嶺最佳是三個半小時 我今天目標希望可以騎可能 四個半小時到四個小時之間完成 我覺得就很不錯了 但今天還蠻幸運的是天氣沒有前幾天這麼冷 那待會我們就準備出發 前面會有一小段都是平路 然後從行義路、小油坑、DP上去 下滑到萬里 然後再從逆風跪回來 所以還要上冷水可以 總爬山應該是2200多吧 70幾公里 加油 已經要開始了耶 不知不覺已經剩兩分鐘了 我們這是同行比賽的耶 還有後面的神父 後面還有邱哥 小心騎喔 小心騎喔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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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喔 出發 現在騎了5.3公里 前面這一段 集團其實整個騎蠻快的 然後 比我的目標瓦數有高一點 現在均瓦210 所以我正在調教我的配速 因為我上一次騎190 第二趟可能騎不完 所以現在第一趟是10公里的路段 我要稍微降一點 好快被那個 前面的老外那個燈閃瞎了 它那個 鋼鈴燈超亮 騎車不要開這五班啦 坐 重點就是 我要追不過它 所以在後面看這個這麼亮的燈 CK了 還剩下 CK到上面 接下來準備進花州 楊明書院這一段 連續的S型上坡 蠻看苦的耶 滴梯應該好像爬身是最多的 滴梯應該好像爬身是最多的 花州到了 這邊是散高坡的開始 結束了 現在接回 外面 準備 三小油坑 C10 倒數 小油坑 最後應該是兩三公里了 山頂到了 山頂到了 在下滑了 先停下來穿件外套 我上一次 來騎低P的時候 騎58分 今天騎56 所以 是真的比我平常練習的快一點 然後目前時間 是 一個小時零四分 1點零四 我們等一下再20分鐘左右 要吃果膠 前面現在大家都在穿衣服 因為接下來大概有20公里 十幾公里快20公里的下坡 謝謝 這個小色東西 是 這是 公平 硬 1點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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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your 1點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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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們已經下滑完成 現在人在金丹 剛過那個金丹小期 我們準備走前面 然後北二八吧 回到逆風貴嘴 剛剛那一段下坡 雖然很爽,可是風超級大 有點難騎啦 第二座逆風貴 我覺得最累的是前面其實 一直上上下下 最後的三公里還四公里很抖 快到風貴嘴的時候很痛苦 北二八挑戰開始 逆風貴 開始比較抖的這一段了 雖然前面也很抖啊 抖到連色也是用跑得到跟得上 我剛剛已經吃了第三包果膠 現在已經開賽兩個小時了 我今天的策略是每40分鐘補給一次 我真的很厚厚,我覺得我太雅劑了 我在那個我們自己公路車群組 在那邊說 陽晶商品好像厚花園耶 要不要去騎一下 應該很快就結束了 兩個小時來騎不到一半啊 下次不要這樣搞自己啊 我現在是沿路上看到的車友 沒有一個人臉上是有笑容的 不然你看 所以我覺得我今天補給比較密集 而比我自己上一次自己來騎的狀況好一點 現在第二批的平均功率178 但一座第一批是199 第二座已經下滑了 還剩下最後三公里 風貴嘴最後一段 很快 最陡的最陡的 再測一下 我過了一下 我就是得了 沒有,我只有上來是出場 笑話不是 剩下兩公里 爬升170公尺 不是 痛苦的開始了 已經有車友在旁邊伸展了 不是 怎麼了 因為上來 我大排踩爆了 哇 太強了 大排也可以踩爆 就知道這場比賽多累了 還用牽的還有機會可以下滑 快到風貴嘴了 一百公尺 一百公尺 第二批要結束了 第二批要結束了 比賽要結束了 兩批要結束了 多久 兩批要搶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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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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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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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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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然后推有一种那种快抽筋的感觉 已经有点用不出力的状态 最后五公里怎么那么痛苦 加油 快来了 根本是墙壁 都已经快抽筋了 还给我来一段那么陡的 我现在眼睛看出去 路上都有一点霓虹灯的感觉 全世界也在旋转 有点眼花了 缺氧缺氧眼貌惊心 怎么那么累 用跑的不用骑的快 我要不要下车前车 应该是真的快到了 两公里 跌路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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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怎麼焦亂啊 需要先吃個香蕉 等一下再結尾 哇還有蛋糕 先吃一個 肚子好餓 先來一個 陽晶3P 好虐人耶 我覺得比武嶺還累 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我太久沒騎車的關係 我今天的三座三 第一座君瓦190幾 第二座170幾 第三座 反正就是第三座三我已經快沒力了 然後今天整體其實天氣算蠻幸運 因為前兩年好像都下大雨 然後我自己因為風跪嘴那一棟 我覺得路線比較手騎 所以我下坡算騎比較快 可是一進那個冷水坑 不是人騎的啊 我在那個過 那邊是應該是進到 往晴天岡那個路不是有個超抖那個坡 20%我一開始 開始騎20%我就右腿純純欲動 但還好我原本受傷那邊有貼機貼保護一下 算還可以 但我個人如果 問我推不推進來陽晶三批 我覺得真的要練過再來 我沒有辦法想像如果 我騎沒有什麼練然後來騎 五六個小時 後面應該很痛苦騎不完 而且補給站只有三個 然後 就我覺得蠻辛苦的 所以大家如果要來比陽晶三批 真的要練夠再來 不要像我這樣突然抱佛腳就來了 我覺得這樣不夠 最後我完賽時間 三小時 48分 29秒 還好有在我的目標內 我今天目標本是四小時完賽就好 那大家說 這個成績跟武嶺差不多 所以我現在武嶺實力 三小時48 好像差不多耶 我是不是上一場西進武嶺是騎 三小時45分 差不多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來挑戰陽晶三批的過程 我自己覺得如果大家想挑戰的話 不一定要賽事啦 自己來慢慢騎這樣 騎一天 應該是很不錯 但騎這種三個小時的 太虐心了 我是你的教授隊 如果喜歡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人當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我要下滑了 好冷 掰掰 再�lek ese 好流動 的 你看台上 好流動 ạ